为提供来台南的旅客有一个友善、便利、有趣且深度的智慧旅游 台南市政府与国内电信业者、知名旅行社共同合作推出台南好玩卡 借由行动商务作为销售通路端点 规划国内外游客均可便利购买的销售平台 让自由行旅客可以享受自由选择 随买机用之及时智慧服务 今六日由代理市长李孟燕正式宣布台南好玩卡从今天开始发行 李代理市长表示 新推出的台南好玩卡除了平台适合让旅客游行前规划外 同时也顾及手机消费的普及化 进行台南好玩卡专属APP的开发 让民众透过手持智慧再去解决旅游前 忠厚的各项需求 享受更轻松的旅游形态 非常符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 同时透过与民间合作来整合分析数据 最已开发新的旅游产品 永续发展台南观光产业 称致邀请大家来台南游玩 感受台南对于旅客的用心 台南市官旅局表示 台南好玩卡产品内容包罗万象 包含处及台南观光景点之公车路线交通服务 古迹景点门票特色餐厅商权小吃 美食办手礼住宿以及导览服务等观光产业 代表着台南对国内外自由行旅客的贴心及诚挚邀请 此外针对台南好玩卡实体卡更推出限定款 从在地设计师巧思看到台南的特色 透过建构台南和施木鱼芒果符号流转的美学 赋予旅客对台南城市思考想象与玩味的空间 同时台南好玩卡 它不单是一张卡片 而是一个整合性的个人旅游商品 一个新创旅游市场的城市 来解决旅客在旅游上的所有需求 平台上也有台南市观光旅游局英语导览和LineAd 来及时协助和服务国际旅客 该局综合台南好玩卡的各项功能具有以下五点特色 一、区域行销会具一站整合的时速 由购行等服务商品订购平台 结合本市景点门票 在地美食特色伴手礼 住宿文化体验等观光元件 从点呈现到面 从区域旅游行销角度推动周边多元一夜合作 二、在地整合提升 促进大台南37个行政区域 21个特色商圈的产业合作 业者提前进入电子支付环境 减低使用货币所带来的困扰 另一方面能够预估旅客需求 更有效备或掌握库存 三、智慧旅游凭证 提供游客只要一机在手 旅行台南好自由的智慧旅游服务 游客在出发前就可快速安排 一趟台南智慧城市轻松旅程 四、旅客服务更优质 人气店家可预约商品快速取货 预购型消费提供产品信托 消费有保障 领选合法旅宿业者住宿更安心 付款方式多元 卡片在制都通行 五、数据应用更永续 除了跨产业更跨现实 一站注册多站服务 结合大数据应用 将观光人次跟在地消费产生链铁 达到台湾观光产业永续营运之长项目标 台南好玩卡式营运上路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